我给你讲个故事 男孩是个杀手 只要有人给钱 就没有他杀不了的人 警察也拿他没办法 没有任何踪迹 有一天 他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是杀手对吧 杀手说 地址 名字 钱 杀手说的卡号 定紧到了一半 杀手去了对面提供的线索 到那里 发现门是开着的 里面坐着一个女孩 眼泪汪汪的说了一句 来了 杀手很疑惑的说 嗯 女孩说 电话是我打的 杀手第一次接到这种任务 于是就问女孩原因 女孩不肯说 女孩只说 钱在柜子里 杀完你就走 杀手也是有感情的 没拿钱 没办事 扭头就走 女孩把他留下来 告诉杀手为什么 原来 女孩给一个男孩 做了五年的备胎 她觉得 男孩外面有人 可她没证据 有一天 她出差被临时取消 回到家 看到男孩和另一个女孩 在床上亲热 女孩接受不了现实 杀手听了 也很不是滋味 于是拿了钱 问了那个男孩的住址 拍了拍女孩的肩膀说 拿了你的钱 就不会让你白话 杀手杀了男孩 女孩知道后 给杀手打电话 因为很感动 约她出来吃饭 杀手感觉自己 喜欢上了女孩 她清纯可爱 眼里带着一次深情 于是她决定 先盘洗手 好好追女孩 他们一起吃饭 逛街 看电影 杀手终于忍不住表白了 女孩说 只要你不在 做以前的那些事 我们就在一起 可后来的不久 原本甜蜜的生活 因为男孩接了一个电话 女孩跑了出去 跑到了悬崖边 男孩追出去 查见供查了好久 才发现 女孩跑去了悬崖 她到那里 发现悬崖边 只剩下一双鞋 狠狠地扇了自己 好多巴掌 她在悬崖边上待了很久 看着手机里 他们的照片 于是 直接站起来 跳了下去 站在远处的女孩 看得清清楚楚的 女孩拨打了电话 任务完成 原来 这个杀手 曾经杀了一个作家 作家的哥哥 哭了女孩 拍她接近杀手 女孩挂了电话 走了过去 看到屏幕上的一段话 我知道你在远处 看着我 我不想揭穿你 因为我想 以这种方式告诉你 我有多爱你 可是你的行动告诉我 你是一名职业杀手 我以为我能感化你 但并没有 可我爱你 也曾为后悔过 杀手接的那个电话 其实是告诉她 女孩是别人派来接近她的 希望她能保护好自己 女孩这次 才是真的接受不了现实 也轻声跳了下去 所以 所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